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林兴如1998版《沈雕侠力》 林兴如饰演的小龙女有着轻力的形象和仙气十足的气质 她的表演使得小龙女这个角色更加立体化和生动 李若彤2003版《沈雕侠力》 李若彤饰演的小龙女是经典版中的代表 她的表演被很多人认为是小龙女形象的代表 她的演绎更加注重小龙女 内心的矛盾和感情的复杂性 刘亦菲2008版《沈雕侠力》 刘亦菲饰演的小龙女是受到拉很多观众的欢迎的版本 她的表演带有一种清新偷俗的气质 展现了小龙女对杨过的深情 杨幂2014版《沈雕侠力》 杨幂饰演的小龙女是比较亲民的版本 她的表演更加注重小龙女的坚强和勇敢 让小龙女这个角色更有灵性和亲和力 张寒韵2019版《沈雕侠力》 张寒韵饰演的小龙女被赞为知性小龙女 她的表演更加注重小龙女的智慧和冷静 让小龙女这个角色更有思想性和深度 陈妍希2020版《沈雕侠力》 陈妍希饰演的小龙女是比较年轻和活泼的版本 她的表演注重小龙女的灵动和可爱 让小龙女这个角色更有青春和生气 尤其是阮金天在2020版《沈雕侠力》中饰演了杨过一角 与陈妍希饰演的小龙女搭档出演 她的表演注重杨过对小龙女的缺情和无奈 与陈妍希的表演相互呼应 让观众感受到了小龙女和杨过的深情 总的来说每位演员都有 这不同的表演风格和特点 但是无论哪一版 小龙女这个角色都有着自己独特的魅力 深受观众喜爱 而小龙女也成为了中国 影视文化中的经典角色之一 传承至今 除了上述所提到的演员 还有一些在其他版本或者其他 作品中饰演过小龙女的演员 包括林嘉欣1995版《沈雕侠力》 废启明1992版《倚天吐龙记》 梅艳芳1993版《倚天吐龙记》 周迅2019版《倚天吐龙记》 范冰冰电影版《沈雕侠力》 这些演员中有些是在早期的版本中饰演小龙女 有些是在电影中或者其他版本的作品中饰演小龙女 他们每个人都有着自己的表演特色和风格 演绎出了不同的小龙女形象 让观众对小龙女这个角色有了更多的认识和理解 除了上述提到的演员之外 还有一些因为特殊原因而曾经是演过小龙女的人 包括范冰冰的替身电影版《沈雕侠力》 范冰冰因为受伤无法完成电影拍摄中的一些动作戏 曾经有一个身材恶挪的女孩子 扮演小龙女的替身完成了这些戏份 范冰冰的女儿电视剧版《沈雕侠力》 由于小龙女这个角色的特殊性质 曾经有一位不知名的女孩子在电视剧 拍摄时扮演了小龙女的手和肩膀等局部 而她的父亲正是当时的导演范冰冰 这些演员可能并不是已饰演小龙女出名 但是在某些特殊情况下 她们曾经扮演过小龙女的角色 这些经历也成为了她们演艺生涯中的一段小故事 为小龙女这个经典角色增添了更多的色彩和魅力 以上的小龙女大家认为哪一位 演得比较贴切和迷人呀 好了 今天小G为大家分享的精彩视讯 暂告一个段落 如果大家对小G的视频有什么看法 或者想看到其他自己喜欢的影片类型 都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及讨论 小G会尽量为大家安排 下一期会有更精彩的内容等待着大家 我们下一个视频再见 欢迎订阅